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那麼最近有一個問題 讓阿伯蠻困擾的 因為很多的無課玩家或者是平民 抽不到春麗 難道就沒辦法玩了嗎 沒有其他的角色 可以像春麗一樣有這麼大的一個優勢嗎 其實阿伯也是花了蠻多的時間 在找看有沒有一個角色 平民 又很強 所以今天這一集阿伯找到了 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 平民神將 那麼何謂平民 平民就是說他有穩定的取得管道 你不用說什麼你是歐洲人還是非洲人 他就是有穩定的取得管道你可以 慢慢的都可以把他養起來 而且不會太困難 那麼神將的部分呢 這個就有意思了 他甚至 可以比春麗還強 沒錯 你們沒有聽錯 他甚至可以比春麗還強 好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妨先幫阿伯點一個讚 訂閱 並且開啟 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伯最新資訊 然後我們就 正片開始 Let's go 那麼 這一隻格鬥家呢 就是我們的 Guy 他很厲害喔 好像 幾乎沒有什麼人發現他 可能是因為他是哨把頭嗎 長得不討喜 好那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想到以前哨把頭是誰演的 張學友演的嗎 好像是吧 對不對 張學 好啦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他的必殺技能 是一個範圍技 那麼 在推圖 範圍就相當重要 那他是會先丟出一個回旋坡 然後 撞擊到第一個目標之後 會產生爆炸 那撞擊到的第一下會造成 80%的一個傷害 那麼爆炸引爆的一個範圍呢 可以在額外造成 240%傷害 那麼這邊有一個蠻OP的地方就是可以造成 100%的破甲 100%會造成破甲 那也就是說 第一個被他回旋坡撞擊到的人 他會被上到兩層破甲 你們可以仔細的看那個動畫喔 阿伯在右下角 擺了這個技能的動畫 那你可以觀察對手的負面狀態 是不是被上到兩層的破甲 好再來 這個技能他提升到LV2 那麼他的爆炸 對生命高於70%的目標 額外造成30% 那麼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他就是一個破證效果 等於說你多了一個格鬥之魂 而且這個技能這個效果非常的好 有什麼好處就是說 一開始 你造成了一個高額的傷害 就可以讓你的必殺技累積的比較快喔 等於說你要接出第2套 的機率是會比較高的 所以說這就是破證好的一個地方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LV3 LV3就是軍刃達到5層的時候 可以消耗3層軍刃 那麼他會連續爆炸2次 那爆炸2次的話 就等於說 可以上到2層破甲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他的被動技能 軍刃到底是幹嘛的勒 軍刃就是可以造成 讓他這個 每一層的軍刃 可以無視敵方10%的防禦 持續15秒 那麼最多可以疊加5層 無視防禦非常重要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提到了 這個遊戲他的防禦跟攻擊力 如果你們相差太少的話 不管你爆擊再高 你都打不通 你都打不通 因為這個機率太低了 你知道嗎 他的防禦已經太高了 那麼你攻擊力最高就到那邊 所以說就很難推喔 那有了這個無視防禦 就可以讓他推得更遠 好再來我們來看他這個被動 那麼這個軍刃 也是相當好的可以去獲得 就很簡單可以去獲得 他到LV2 每2.5秒最多觸發一次 他只要攻擊到敵人 就有30%的機會可以獲得到軍刃狀態 而且這個間隔時間只要2.5秒 相當的短喔 那麼你到LV3的時候還可以 把這個獲得軍刃的這個機率提升到50% 到LV4的話呢 每0.5秒最多觸發一次 那麼每0.5秒可以觸發一次就代表說 你只要去放你的必殺技 就有機率可以直接拿到兩層的軍刃 好再來呢我們就來帶大家看一下他的第3招 那麼第3招的話 你還沒有開啟專武 他整體的傷害係數 是比較差的喔 比起這個村莉嘛 村莉可以到780% 他這邊只有600% 所以說 你在還沒有專武的情況下 其實這隻用起來 你要感覺他特別OP嗎 就比較還好 他比較算是一個 慢手型的一個格鬥家 但是他可以100%上到這個破甲 然後升到LV2的時候 最後一擊 最後一踢 還可以消耗一個軍刃 額外再多上了一層破甲 那麼升到LV3之後呢 這傷害係數來到686% 整體來說 還好 非常的普通 那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他 OP的地方 就在這裡了 他的專武出來之後呢 他就變成了一個 軍刃空翻踢 那一樣是一個範圍技 然後造成兩次的打擊 但是傷害 來到了890% 而且 還是一樣 可以必定上到一層破甲 那麼 如果你身上有 軍刃狀態的話 還可以消耗一層軍刃狀態 讓此技能的這個傷害啊 可以增加20% 那增加20%是個什麼概念呢 890%的傷害 乘以1.2倍 所以說 這一招技能打出去的傷害 變成了1068% 已經比這個春麗的 這個扇滑腿1000%還要高了 好再來我們來去帶大家 而且他還會上破甲 他還有上破甲 春麗上了專武之後 他技能第三招變了 反而變得有一點難用 難用的地方就在於說 他打的範圍變小 而且還會把別人踢走 變成說 一次打到三個 就變得有一點難度 那麼 他這個第三招 踢出來的這個範圍 他普通的第三招 是跟春麗的第三招 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一個範圍 而且甚至呢 還比春麗的這個踢腿 稍微還要再大了一點 好再來我們來去看一下這個 他解鎖到LV10的時候 還可以提升 30%的一個免傷 就是 你正在踢的時候 有30%的免傷 那這個免傷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在打一些反擊歌 像是綠帽歌 你們去踢到那些反擊的 通常 他反擊的瞬間 就是打最前面的那個人 春麗 通常就是那時候最容易死 因為他那個第三招 踢腿要踢超久的 大概要踢個 一兩秒吧 基本上只要觸發對手的 反擊就死定了 那麼 他的踢腿就兩下 兩下很快 整體來說 不會耽誤太多的時間 也比較不容易被對手反擊 那麼被反擊呢 他又有提升這個30%的免傷 代表說 他要被對手反死的機率呢 又降低了蠻多的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他這個20等 他20等就厲害了 他本來100%可以上破甲 上到20等之後 還有50%機率可以在額外上一層破甲 再來 每一個目標 受到傷害 就提升至1077% 好我們再來算給大家聽一下 1077%乘以1.2 等於說 他這一招的傷害係數就來到了 1292%的一個傷害 都非常多 已經比春力高了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他解鎖到30之後 施展軍刃空翻踢的時候 不再消耗這個軍刃的狀態啊 那就變成說本來 消耗一層 然後使該次這個技能增加20% 他反而變成不用消耗了 不用消耗 那等於說 他就可以 有這個無視防禦的一個效果 每一層 無視防禦10% 你疊五層 就是無視防禦50% 哇 再加上這個高額的傷害 對不對 我們只算傷害而已 就已經來到了1292% 而且還必定可以上破甲 這個都是春力辦不到的 當然春力也有他的好 春力就是他這7特別快嘛 對不對 但是他整體這個 短時間內的爆發能力 就沒有像這個 開爾這麼厲害了 好那我們講了這麼多 如果你沒有這個角色 你抽不到 那也是空彈嘛 對不對 就像很多人說春力很強 可是我無課玩家 我就抽不到 那也沒辦法 對不對 那麼這邊呢 阿貝就要來跟大家講 我順便這個第一招也介紹 第一招的話就比較還好 第一招他的傷害係數 就只有一個單體的417% 然後 升滿之後 整體來說也是沒有一個 太突出的地方 他唯一 比較突出的地方 就是他是一個三連擊 那三連擊的話 就可以去疊我們這個 軍刃的狀態 可以讓你去獲得 軍刃狀態 比較好獲取 阿貝現在實測下來 要獲取軍刃的方法 就只有必殺跟第一招 那麼第三招他是用踢腿 所以等於是一個近戰攻擊 所以不會去疊到這個軍刃 有點尷尬 為什麼他這個第三招 不是這個 旋風坡勒 這什麼 旋什麼坡 迴旋坡 為什麼不是一個迴旋坡 居然是個踢腿 他如果是 迴旋坡的話 不是更好的 還可以疊軍刃 那就超級超級OP了 所以說這個 第一招 通常又不會用啊 通常用不到 因為我們通常也是放必殺 去疊嘛 必殺就可以疊這個 軍刃了嘛 所以不會去用到這個 第一招 所以說第一招的話 第二招我們就要去找別人了 好那我們來去帶大家看一下 他獲取的管道 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嘛 我們現在已經介紹完他是一個神角了 大家知道他是一個神角 那麼接下來就是平民的部分 那平民的話呢 我們到商店裡面 非常的一個好消息 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個好消息 在這邊就可以買到了 那在這邊買到是一個什麼概念 以現在開服大概 20天 阿貝已經花一個6萬 6萬的這個積分去買了 所以說以這個20天 阿貝都沒有花任何的這個 幣的話 對不對 那這邊還有7萬2 等於說我 開服到現在 我已經有一個13萬2千多的一個這個幣 都市線報 那就可以買三隻啦對不對 差不多可以買三隻了 差一點點 等於說差不多22天 開服22天 平均7天 你就可以買到一隻了 那可能有人就會問說 那他更新時間是一個月啊 怎麼可能 對不對 你一個月最多就買一隻 那你就錯了 可以用鑽石去更新 花個1000鑽 對不對 多換到一個凱爾 非常的值得 非常的值得 畢竟我們這個前面的進度 是相當重要的 那麼現在我們推薦的這個 格鬥家呢 就是春莉 還有現在這個 蓋歐 目前就這兩隻 最OP 那麼其他的話 像之前有推過的一些單體 像是沙翼龍 或者是這個瘋狂龍 他們 他們是一個單體的傷害 單體的 更高額的一個傷害 那他們呢 就比較適合拿來打PVP 那在推圖上面 就會稍微的感覺到比較弱勢 畢竟說 我們到以後越戰 越戰 像現在阿貝現在越戰三倍的戰力了吧 越戰一個三倍戰力是什麼概念 就是 打不痛啊 就是很缺DPS啊 等於說如果你是一個單體傷害的話 就會變得很痛苦 所以說我們在推圖情況下呢 最好呢 還是以這個範圍技 去打 整體來說會比較理想 好那阿貝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喔 之後 還會再陸陸續續的為大家帶來更多精彩的內容 記得要幫阿貝訂閱 並且開啟 小鈴鐺 你才不會錯過最重要的資訊喔 那麼 這邊呢 也拍了相當多的攻略喔 大家可以來這個 首頁 點首頁之後 然後點 影片 這邊 就可以慢慢去找 去挖寶 相當多 相當多 很重要的資訊 像是我們這個 鑽石該花在哪 這個對於平民來說 對於新手來說 相當相當的重要 很多人到20天 還不太確定說 鑽石要花在哪 阿貝呢 已經幫大家 整理出來了 最值得花鑽的地方 好再來這邊呢 還有很多這個反轉世界的攻略啊 或者是最新活動的攻略 那麼有興趣的 有需要的朋友呢 都可以去看喔 好那阿貝今天這一節影片 好像已經講過了是不是 好那就 感謝各位收看 不對 這邊還有這個 B級神角 有一些B級角 比起你 全部都上一些很猛的角色 你上B級角會更強 因為在前期你養不起 你只能養起一個 主力輸出 等於說其他人是沒有什麼資源的 那 你如果全部都上輸出的話 或者說你上兩隻輸出的話 就會變得更加的爛 所以說我們就必須要用 其他的角色 去做一個輔助 輔助你 最主力的輸出 那麼這些B角 就特別特別的好用 像是我們這個 黃胖啊 或者是這個 Cody 都是相當好用 那麼 究竟該怎麼用呢 大家就可以 去看一下 實際的看一下 好啦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阿貝 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這邊是在拍電影是不是 我看一下 這是在拍疫情是不是 對耶 我沒撞他們喔 他們自己來的 等一下 他好像不是走這裡耶 看太路迷了 因為這邊沒有打開啊 哇靠 他直接抓我下車耶 逃打是不是 他抓我下車 叫你抓我下車 欸 哇靠 我剛剛就在 看一個疫情而已 不行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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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